香港的長者服務發展已經超過40年了 全香港也有超過200間的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輪舍中心 隨著新一代的老友記 他的教育程度、學歷和經濟能力都改善了 他們需要的服務也不斷地改變 我們希望透過共創工作坊和十萬份一社創研討會 一起檢視新一代老友記的需要 設計一些新的服務給他們 同時發現中心有些情況 但只停留留意到一個階段 沒有什麼具體的行動想怎樣做 透過這個計劃 我想多了些同事會學會 將這些停留在想的事情 如何把它實踐下去 我們組的兩位會員 亦都和我們一起經驗這個過程 大家是將跳出了原本中心的框框 又不斷再進入場景 然後又理解職員的角度 然後其實這樣再整理整個紀念和概念 其實是仔細了和細緻了 這次這個設計的思考 令到我們可以很系統地想得到 我們怎樣多些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當我們想到一些解決方法的時候 有一些工具讓我們可以 比較容易表達到給人聽 我們想做一些什麼的改變 以及告訴養者中心的職員 我們怎樣做這個改變 可能因為我接觸的長者 都是比較能力上都很有限 我經常都有一個印象 就是可能他們要的活動 都是要很簡單的 都不可以太複雜等等 但這次和一群長者一起做這個項目 其實認識到年輕人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提供 而他們其實能力很好 而且真的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我覺得有長者在群組裡面非常好 你看我身上的QR Code 其實是長者自己貼的 不是我們自己貼的 但很早已經讓他們試試 原來貼這個QR Code 在T-shirt上面 其實他們覺得舒服 甚至他們會走出去和別人分享 這件事是令到整個群組 都很有信心去移動 去做他們的圖案 很興奮 因為當中我可以跟不同的專長人士 一起去解決一個問題 可能跟我們以往 大家都是社工 變成角度都可能很累近 但用了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的時候 會幫我們帶來一些新的看法 今次長者中心還想像 在選擇不同的組員方面 都下重一些心機 包括有長者 即使用者 中心的代表 即是營運者 還有不同背景的人士 相對來說 我們得出的所有結論 或者觀點 都是多元化 和可靠一點 對於我們之後 去做一些設計 相關的工作 都會比較容易 這次工作法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讓第一線的長者中心的代表 跟設計師 跟社區的長者 跟很多的跨領域的專業的人 一起透過設計的引導來做討論 所以也把長者中心的未來的想像 透過再定義 然後把新的可能性能夠把它討論出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現階段在亞洲各個城市 都非常重要的一個挑戰跟一個目標 創生就需要對問題猶新的觀點和理解 我們在共創設計的過程裡面 就會刻意找不同的界別的朋友 有些就可以給到一些很務實的角度去分享意見 有些就會有天馬行空的意念 和引入一些不同學科的知識 互相碰撞出一些新的想法 藉著設計思維 我們就全面地檢視這些意念 構成一些創新的方案 反覆地試驗和改良 這就是我們創新的方法